迈入第十年的唱丘音乐季 10月17、18号两个晚上 将在北冰公园热情登场 今年邀请到始祖实力坚强的乐团表演之外 其中最特别的是 五月天的师弟吕思伟 也就是鼓鼓 也临时获得经济公司的放行 在个人演唱会之前 会先到唱丘音乐季担任压轴的演出 花莲最在地的唱丘音乐季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 这次事已实时在在北冰作为主题 10月17、18两天 将在花莲太平洋北冰公园热情登场 但受到经费等相关因素影响 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停办的命运 唱丘实实在在已经走了十个年头 那会不会走下去 就看这次办的成果如何 那我们其实 我们不希望 前面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个乐队乐手 也都从我们唱丘的舞台里面 也许一开始是小小的舞台 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舞台 当然像安君还有DK 还有洪哥很多的好朋友 那去邀请歌手来的时候 难免会碰到一些小小的状况 像这一次我们刚好 也碰到一些小小的状况 那我们很高兴 状况都可以克服 洪哥那天本来很紧张 那一天本来是 刚好也是全民运的开幕 那刚好也有比赛 那刚刚好我们也把这个比赛 纳为我们的一个活动之一 我们除了剑走之外 有歌唱 还有全民运的比赛 整个加在一起 那是摔角还是角力比赛 那是一个蛮突兀的 但是加总起来是很棒的一个享受 活动创办人之一的徐开表示 由于活动经费有限 许多表演团队都是义务演出 感谢远从外地来的艺人朋友 不计较演出费用 就是希望带给花莲好音乐 而今年除了邀请到 始祖实力坚强的乐团表演之外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五月天的师弟 吕思伟谷谷 也临时获得经济公司放行 在个人演唱会之前 会先到唱丘担任压轴演出 花莲市长魏佳贤 也邀请所有乐迷及乡亲朋友 一同来到现场体验一场游海 草地及微风的音乐饗宴 用行动支持花莲在地的音乐活动 唱丘时 Baby的女后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